ACTV5直播市井赛揭幕战 中国女排VS阿根廷 李莹宁丁霞出场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流球 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烦恼各位球迷朋友 能给小明的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女排最新情况 在之前中国女排是刚刚结束完女排SV的比赛 可以说整体来说表现还可以 在决赛中我们输给日本队 让球迷有些失望 但是呢通过目前来看 这批球员确实比较年轻 平均年轻只有20岁 而且我们在半决赛击败了全主力的泰国队 让球迷啊是看得热血沸腾吧 随着中国女排结束完也就为了比赛呢 我们将会迎来百年度最终的比赛 女排市井赛 这次比赛啊作为蔡美来说 也是希望能够再次的证明自己吧 因为在此前蔡冰呢 也是多次受到球迷的质疑 可以说随着蔡冰接过狼平叫鞭 如果在本次比赛中成绩不佳的话 很有可能面临下课 作为中国女排来说 市井赛日益连进 可以说目前来看 中国女排正在极一的备战 也是期待能够在本次比赛中取得获得成绩 本次的女排市井赛 中国女排将会迎来第一个对手 阿根廷队 这场比赛将会在9月25号的晚上8点 正式开打 中国女排VS阿根廷队 CT5呢将目前直播 可以说作为球迷来说 有福了 因为目前来看 中国女排确实处于新老交替 我们想要在比赛中啊 获得主动权 也是全靠全民努力 作为参加过奥运会的老将 林宁和丁霞来说 他们肯定会出场 虽然说林宁年龄不大 但是呢 已经是老将了 而且经验非常丰富 因为目前来看 阿根廷实力不强 中国女排基本的绿数啊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呢 我们还是期待 中国女排能够在本次的市井赛中啊 打出获得表现 因为在此前十联赛 中国队确实表现不佳 也是多次遭到球迷的质疑 随着市井赛开始 期待中国女排能够在本次市井赛中 获得冠军吧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名流球 下期的聊 下期的 Auchin 有什么问题 下期的热量 编写 5- crater